先款一点,放到湖口上 今天我是大厨,教你们做鱼籽酱 今天啊,我们杀了一条10公斤的群鱼 得了这么多鱼籽 这个等级的鱼籽呢,它不是最高端的 因为它这个鱼种只有10公斤 那我们称一下有多少重量啊 去了皮以后是780克 好,第一步呢 你看我这儿放了一个纯净水 里面放了冰块 这个是一个盆,待会儿鱼籽就会滤进去 上面呢,放了一个网眼 很多的网格比较大的一个盆 我现在就要把鱼籽放到这儿 来,做什么呢 来把这个筋膜给它去掉 就叫磨 把鱼籽磨下去 低温的情况下尽快处理 时间长了,它就不新鲜了 我们是用的是俄罗斯鱼鱼 我已经清洗好了这个鱼籽 第一次做没有经验啊 而且明显看这个熊鱼籽还没有完全成熟 成熟的话它全是黑的 好,顶级的食材啊 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方式 就是用点盐,大概用盐量就是整个重量的3% 好,我轻轻的腌制一下 然后呢,吃鱼籽酱有个有个讲究啊 我也不知道对不对哈 先款一点,放到湖口上 手上的温度呢 能够把这个低温的鱼籽酱啊 给它烘烤一下 香味激发出来 嗯,真鲜真鲜 不愧是顶级食材 好,谢谢大家